九重天向来不是能藏住秘密的地方 就在众位尊神在太成功的唐醋渔宴还没结束的时候 关于这场宴会的各种猜测早就飘落 在九重天以及神族的各个地方 蓝天门的守卫和附近往来的仙者 攻了今日都觉得今日十分新鲜 先是云游多日的莫冤上神和韶岸始祖回来之后 直接来到了太成功 接着又是十里桃林的哲言上神和青秋的白真上神出现在九重天 不仅如此 就连素来不惜人多且极少露面的方丈 仙山痴文少主和身边的话意也出现在九重天 并且大家都是静止取了太成功 竟然连天君天后都不曾拜访 而喜无功那边天君天后一早也没了踪影 公望相互打探后才知道原来天君天后也一同取了太成功 众位仙者对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充满着好奇 太成功 那可是东华帝君与帝后居住之地 平时就很少有人敢去打扰 往来的最多的也就是连三殿下 而哲言上神等人更是很少踏足九重天 且近日连三殿下和成玉元君似乎也是很早就去了太成功 看来 昨日的消息估计十分靠谱 众人如此讨论了一番之后 互相看着彼此 此时大家心中已然是十分确定 昨日从连三殿下的圆急功传出的消息 凤九帝后再次有运看来十分准确了 原来 昨日连送回到宫中之后 曾跟身边的人说过此事 且要神被召去太成功的事情也为这个传言加以佐证 今天神族这些极有来头的神仙们又纷纷上门 看来此事千真万确 太成功大喜啊 关于以上的揣测 一旦有了结论 这些消息便像是自己长了脚长了翅膀似的 飞快地跑到了三界四海六合八荒 太成功奉九地后再度有运 东华帝君有第二个孩子了 一时之间 三界四海六合八荒顺时骚动 所有人都在想着如何趁此良机向东华帝君表表心意 当然 这些事情太成功里那时正在聚会的尊审们是不知道的 但因连宋等人有意见 将这怀有身影的事情会发生的种种情况都假设了一番 如此一套说辞之后 东华帝君这才欣然同意后日去十里桃林一句 东华帝君实在是担心往来的人多 自己虽然可以冷着脸拒绝 但小白过于心软 也不舍得让诸位先者跑空 一定会不顾自己劳累 抽出时间见面的 毕竟同时作为青秋女君的凤九 对待外人那可是相当有理的 俗话说几家欢喜几家忧 凤九华有身孕整个神族和青秋都非常高兴 但与此同时 作为鼓鼓的白浅却有些苦恼 叶华方才对自己说则如不如壮日 壮日就在今日 想必叶华也是要赶快为自己方才在太成功一时失言说出的话行动吧 此刻叶华已然施法将店内灯火引去 只留下微微几盏灯光 在这幽暗的氛围里 叶华一双黑漆漆的眼神炯炯有神地盯着白浅 两人鼻尖相处 白浅被叶华如此有神且直愣愣地盯着着实有些难为情 虽说比叶华大了不少 但白浅在叶华面前始终是很有热恋中少女的心态的 而此时此刻 叶华双手轻轻还上白浅的腰 脸又凑近了些 从口中轻轻吐出两个字 浅浅 白浅感受到了叶华口中带着轻微的折颜桃花酿的酒味 一时间也暧昧起来 白浅举起双手 轻轻挡在叶华的胸口处 轻轻说道 时间不早了 我也有些乏了 先去泡个澡 白浅愿意是想要接着泡澡的由头暂时毕一毕业滑着炽热的眼光 可白浅这心思这些口想的也着实劣质了一些 叶华一听白浅说要泡澡 瞬间联想到另一个场面 叶华以为 定时今日酒后纵情 浅浅竟然也有如此又情趣的一面 叶华高兴地看着白浅 道 好 叶华说得好 是指白浅与他两人同去泡澡 而白浅以为的好事 容自己好好泡个澡 休息一下 因此白浅见叶华如此果断地答应了 心中虽然疑惑 但更多的确实欣慰 觉得叶华真是听人劝的男神 白浅松了口气 轻轻推开叶华 静止走向了温泉宫 温泉宫中的通俄见白浅至此 瞬间明白 立刻开始为白浅打电这一切 白浅则是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轻轻吞去 然后轻盈地落入温泉之中 感受到温泉水的舒适 白浅轻轻靠着温泉壁 头微微扬起 闭上眼睛 道 你们且去吧 我在这里休息一下 公俄们听白浅如此说 于是便悄悄离开 指示公俄走到半路 就看见了散着头发身皮黑袍的叶华天君 朝着温泉走来 叶华一脸淡定 并不理会公俄们 只是静止走向白浅处 白浅此时正在闭目养神 突然却感觉到肩膀处有一阵凉凉的风 白浅闭着眼睛慵懒地说道 不是叫你们退下吗 白浅这句话说完之后 依旧没有睁开眼睛 对方也没有人应答 白浅以为这次应该都走完了 于是便放心地养神 大有要睡着的趋势 就在白浅即将要睡着的时候 脸上却突然有水花袭击 白浅颇有些恼怒 立刻睁开一双大眼睛 转头看向水花见气的方向 谁知一转头 眼前立刻有一张脸凑了过来 并且吻上了自己的唇 白浅睁大眼睛并惊一看 原来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叶华 白浅又气又急 担心突然有人闯入 看见这一幕乘客体统 因此便不断用手推开叶华 而叶华却是十分淡定 依旧稳准地亲吻着白浅 从唇到脸颊 到脖子到胸口 但凡是露在温泉水面的地方 没有一处落下 白浅原先被叶华 突如其来的稳弄的惊慌失措 但在叶华不断地亲吻下 白浅终于软了下来 软下来的不仅仅是 方才惊慌的情绪 还有那人本因为惊慌 而变得有些僵硬的身体 此刻的白浅浑身无力 贪染在叶华的怀里 眉眼如丝 看着叶华 白浅有一些些喘不上来气 但他不确定 这感觉是因为温泉宫的温度有些高 有些问还是因为自己此刻心中翻涌 总而言之 白浅此时此刻大脑也不清晰 身体也是不上力 只是一味地倚着叶华 叶华看着怀中皮肤泛红 眼眸婉转的人 轻轻说道 浅浅 泡好澡了吗 白浅此时哪有什么力气 只觉得呼吸困难 也想着要尽早离开这温泉宫 于是便轻轻地恩了一声 白浅还没反应过来 叶华就一把抱起温泉中的白浅走出了汤匙 与此同时 白浅身上立刻出现了一件月光白的袍子 将白浅捂得炎炎实实 而叶华身上原本是啰啰的黑袍 此时此刻却瞬间干了 抱着白浅回了长生殿 灯火灰映 幽香涌动 白浅被叶华轻柔地放在了床榻之上 在幽暗的灯光下 白浅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此时却更加地清晰 高挺地鼻壤大大的眼睛 一张小嘴了一张 叶华看着这张嘴 心中浴火难掩 一低头 将这张小嘴紧紧地与自己的唇贴在一起 又趁白浅不觉这突如其来的突袭之际 伸出舌头快速地敲开白浅的牙齿 在叶华的引导下 两人开始了今晚绵长又激烈的热吻 不仅如此 叶华更是一双手不安分地向白浅腰间游去 并在腰间轻轻抑止 白浅的身上的袍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叶华本人身上的黑色袍子 也随着叶华的身体动作变化而滑落在地上 神族无风雨 但此时此刻的长生殿却是翻云覆雨 此时的九中天上 巴黎在自己的庆云殿雨滚滚睡的正憨 原宋英今日多喝了两杯酒 此刻正在园吉宫中醉眼看花 成玉今日确实是有些累了 回到宫中烧家洗漱 大致盘算了一下自己明日的安排 这才睡去 太陈宫里 东华帝君抱着自己的小狐狸 轻声细语地在给小狐狸讲着睡前故事 据说是因为凤九撒娇自己对上古诗中记载的东华帝君与自己认识的东华帝君有很大的出入 便在睡前缠着东华帝君自己来讲一讲自己从前的历史 因是无风无雨 却有乌山云雨 若问云雨初出 似是长生夜幕